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月在月上美国舞台 在南加州开首家店面 算到当地成本相对高 一个拨贴不得不卖台币20亿元 约是在台三倍价钱 仍留下历史性热门画面 类似光景近几年曾出蝶件 主打首作创新水果珍珠 连锁茶饮红太阳 在台已有22年历史 去年也不为疫情 在美国旧金山开第二家分店 还有连锁品牌舞杂鸡大师 去年也在加拿大 完成代名授权签署 还正平估进军美国 从冷饮到热食 台湾小区纷纷完成欧美冒 再将其面地开花 其实在国内就能见原油 请问还可以还有九三大的吗 不要不要打开 哈啰 他是巴玉莲 在台已经11年现任巴拉圭大使馆驻台代表 到永康商圈葱抓饼店 常能看见他和台湾人一起派对 好吃 因为巴拉圭很多 有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产品 这样的东西都是点心 我喜欢我觉得显得很不错 就当一个小吃 原来国内传统小吃葱抓饼靠着层次丰富口感 本身就能掳过南北洲人心 加上台湾小吃小个大袜特点 更是让巴玉莲望起商春夜市 不断惊叹台湾独一无二 我要点这个岛礁粉盐卷豆花 熟练选出热爱品项 因为这家也是他最爱 有天然盐卤制成豆花 搭上增加口感片冰 结合Q盘白玉粉圆 添养甜盛品桃椒 上台湾黑糖最佳熟 芋绕花生酥 真的很好吃耶 我大概每一个错误都会来吃 是喜欢它的什么 绵绵的感觉 在巴拉圭那边有什么 对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我们是全世界第一次炸豌豆出国国 那没有 所以我们没有食品是用豌豆做的 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很棒 靠一种食材变换形形色色料理 也成为欧美人士赞不解口主因 因此探开世界地图 169个国家中 台湾料理已经遍布133国 多数业者一开始 是攻向同文同种中国大陆 及其他饮食习惯接近 亚洲国家 最后再前往欧美试水温 没有布点国家 则大多是经济条件偏低 就以这家聚落山海豆花为例 就是去年刚开业 已经前往日本探勘 准备插旗 我们规划的会有一个木榻区 坐在一个榻榻米的坐垫上面 去喝茶吃豆花 本身环境就走日系 结合台湾产品 业者初步规划到日本 认为接受度将相对高 怀抱希望一步步向全球前进 我们这边之前有很多的外国的游客 他们是非常的赞赏台湾的豆花 如果有机会 当然也会想要去欧美 还有众多国内连锁加谋业者 多年来透过外贸协会媒合到海外拓电 外贸协会分享 他们2006年开始协助业者 早期一年服务家数约40到50家 至今攀升至70到80家 总和前十大品牌 展店门店已经超过一万三千家 目前唯一大难题在于 台湾多数都是中小企业 资金相对难筹措 资源跟人才是比较少的 在对中小企业来讲 航商可能他需要他有 他自己的差异化的服务跟产品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会建议业者 你还是要投资做你的数位化的管理 将来是一个数据驱动的竞争 从专业角度看 国外大街小巷能见国内美食 也意味着舌尖上的战场白热化 台湾小吃天堂一步步出头天 要和世界料理一蹶高下 八大喜欢区中还以采访报导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